好 再来看另二 另二呢 我们就非常熟悉啊 采购 好 先接了一个业务 我们拉到2021年度 接了个业务就委派 A住的会计师到这个项目 好 确定财务报备整体的中央性 1000万 实际执行的500 好 资料一 了解到 辈子里单位积极环境 非财 非财 资料二 财务数据 好 那么在 我们资料一里面有第九章 的销售有第四章的采购 还有十一章的生产与重货 对吧 好 那么 你来看这个第二里面的 两件事情给我们的买买 给我们的买买负有关 我们第二个 看看 他是说到了 2018年 我审计的是 2018年 我拉到 2021年啊 由于 竞争对手改进 公益 他在告诉你啊 这就是八卦 竞争对手改变工艺 怎么呢 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好 那么 竞争对手不是 被神机单位甲公司 对不对 那么竞争对手就把 甲公司拍在了沙滩上了 人家的产品的质量改进了 那么你的产品质量 意味着没有改进 你没有改进 你的价格不减 其实你的价格降价了 人家也可能不买 对不对 好 那我的第一产品的订单呢 瑞捡 对不对 第一产品的订单 瑞捡 因为这是竞争对手 直接把我们拍在了沙滩上 这个是不是非常熟悉的八卦事件呢 对啊 好 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产品 那我就在资料2G 就找第一产品 果然 收入跟成本 一看就知道 它毛利率很低 你看啊 上年的毛利率和 2018年 你省级的正经的毛利率就很低了 对不对 很低 都只有百分之多少 你可以算 22减 2000 除以 你说等于多少 200 200 所以它的毛利率呢 就很低了 小于10% 小于10%了 那上一年呢 你看啊 上一年的毛利率 你其实你写不写都无所谓 这个80减55 除以80 这个80就是 35 25 等于80 这就有 30% 大于30% 好 毛利率在这里摆着 也就是说 今年的这个产品呢 销量 锐减 注意啊 订单 锐减 不说 价格也下跌了 销 订单 锐减 代表 库存增加 对不对 好 第一产品 库存要增加 没有增加 它的产量 也在减少 对不对 订单锐减 你还生产那么多 它的存货呢 没有增加 如果订单锐减 它的存货 大量 挤压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订单锐减 都没人要 我就没有投 投料那么多 我期末的地产品呢 不多 200万 去年呢 1000万 哦 这个故事啊 它很曲折的 对吧 它讲八卦嘛 但是 人家是工艺改进 学语文 工艺 是有技术的 是有无形资产的 谈工艺啊 它这个工艺两个字啊 就很重要 所以 我们的这个 工艺呢 我们这个无形资产呢 就坚持了 它不是说 如果这个地方啊 期末 它库存 假定是5000万 那问题不一样 你看 你的毛利率下降 你的订单锐减 你的产品 积压 去年你库存1000万 今年5000万 那你这5000万 就要抵价 但是 本题的故事 它讲到另一个问题 因为 它说的是生产工艺 也就是你的无形资产 你这个工艺 专有技术 专有技术 又被别人 派在了撒单上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减值 因为无形资产 我们知道 你再来看 它每年 十年 一般的十年贪消吧 你这个去年是3000万 今年2500 还有什么 还有你的贪消 那你还有2500 因为你这个工艺 已经不值钱了 所以 说这么多 就是说 这个2500 高了 多了 言外之意 你少提了减值 你看 这是不是八卦呀 好八卦 对不对 所以我们怎么答题呢 因为你的订单 锐减 注意 说明你这个技术 减值了 说明 你的减值少提了 另外有的同学说 老师 这里不是有减少吗 但是你还有 无形资产的贪消 对不对 所以你扫记了 扫记了 那资产减值损失 扫记写完整 无形资产呢 无形资产 它是一个技术 它是一个整体 它不是完整性 也不是存在 它是它的期末计价 所以要写 准确性计价和分摊 这个故事 是这么来理解的 还有一件事情 又来了 九月份 注意了 它有时间 那个时间是很关键的 被试你当外甲公司 委托丁公司 研发一项 委托他 研发一项新技术 不是跟他合作 跟大学机构 专门的研究机构 合作也好 跟一家公司研发 也好 其实都是借机下单 借机下单 都是 这个技术就归你的 机子你租 机的单案给你 知道吧 也就是说 在这个研发过程当中 发生的费用 你当机要反应 那么 合同的总价是多少呢 借机下单 5000万 技术归我 对吧 然后呢 在九月份 预付了40% 这正常的不得了 对不对 好 他说如果 成果交付的时候 60% 再付给这个丁公司 到 九月份 签了合同 完成了30% 言外之一 这个总价款呢 是5000万 预付呢 2000万 但是在12月31号呢 应该有 30%嘛 他完成了 进度 30%就完成了 研发费 就是1500万 对不对 预付了40% 那么你的预付款 还剩500 你的研发费用 是1500 如果背着你单位的账目 是这么来反应的 没问题 我们就看看 他的预付款 没有 九月份预付2000 他还在账上挂着 他当然要在账上挂着呀 这挂着好极了 因为呢 资产没减少 负债没东西 费用少了 1500啊 所以如果年末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500 研发费用是1500 那就没有错吧 所以你看啊 关于研发费 自主研发 借机下单 怎么来做假账呢 两个公司都是这么做的 懂了吗 是的 多八卦呀 多有意思啊 所以研发费用 少进1500 预付账款 多进1500 到1231 预付账款 应该只剩500 好 例三 例三 ABC 省计上市公司 假公司 我们假定拉到2021年 我2022 考2021年的年度报表 好 事务所接了这个业务委派 资源 A住的会计师 作为省计项目活动人 对这个项目的总体资料负责 他就要做计划 确定重要性 OK 好 资料一 非财 资料二 财务数据 那么在这个立体里面 它涉及到采购的 就是大采购 买买 负 是以下 这个政策 研发费用 的税收优惠 国家 同这个 税收的政策 来给予扶持 激励 所以 税前抵扣 有50% 提高到75% 这就是一个政策 啥都没有 那你就想 小人之心 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福 作为住的会计师 你有经验 你要有职业还赢 所以被指定单位 有可能 当年 会多计 研发费用 多计研发费用 他把下一年的研发费用 放到这里来多计 或者把别的费用 放到研发费用 可以税进抵扣 好 那么我们去看 财务数据了 处理专家 非常的厚道 他告诉你 上一年 四千万 今年翻一杯 还不值 所以我们 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 去多思考 就会说 这个九千万 多计了 你把它多计 作为一种病情 再去做进一步的程序 再去做细节测试 好 有的同学说 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不知道 就是他的异常的 大涨 大幅上涨 就可能存在多计 当期的研发费用 他这个时候 不是为了少计利润 而是为了降低税负 对 好 第四个类题 ABC 省计 甲公司 时间拉到 2021年度 接了一个业务 委派 全世界最有名的 作者管理师 A作者管理师 负责这个项目 他作为项目合伙人 对这个项目的 总体资料负责 所以他也要确定 这个项目的重要性 好 资料一 了解的 被人当为基地环境 资料二 财务数据 老师跟你不停地讲 就是告诉你 这个综合题 资料一 资料二 资料一 资料二 它的节奏 已经很清楚了 对 我们整个的采购 是一个买买付 掏钱 掏钱干嘛呀 买什么呀 最大的 全要买 有的人都说买人心 不是 买股权可以 什么买办公用品 都是小case 买原资料都是case 他买股权 他买到 秉公司 40%的股权 正常 很正常 金额是一个云 这是一个买买付 然后呢 他有一个协议 有个协议是什么呢 他买的那一天很奇怪 太特殊了 处理专家 太可爱了 他在年报日 这一天 花了一个亿 买入 就证明这个事情 生效是在12月31号 不是计划购买 是买入了股权 但是根据他的约定呢 假公司呢 是我们审计的 备审计单位啊 按持股比例 享有饼公司 自评估日 起的 到购买日的净利润 评估日 6月30号 到12月31号 但是大家注意 在我们 40%的股权 是可以采用权益法 但是权益法的采用 是按照什么 购买日 就是这个行为 以及生效的时候开始的 所以 在12月31号之前 他是不能去分这个 利润的 可是呢 他当年就有增加 你看看 花一个亿 他的长期过程 投资当中 包含投资收益 他采用了权益法 所以错在这个地方 对吧 应该是在购买之后 才能采用权益法 这个就是很清楚的吧 对 他这个买买付的东西 比较特殊 好 还有一件事呢 他也比较有意思啊 很特殊 他像非贯联方的 转让了 转让了一个设备 转让一批旧设备 你注意啊 一是转让 第二是旧设备 因为这个设备 就属于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呢 我们把它作为 采购这个循环 采购这个循环 所以为什么把这个事项 放在第十章呢 因为固定资产 就是买 买回来了 要折旧 减职 处置 是这样的 我不可能把固定资产 作为销售吧 第九个循环 第九章不可以 放在第十章是妥妥的 其实固定资产 专门有他的一个业务流程的 有个业务循环的 转让一批旧设备 2017年12月份 他这个时间比较特殊 那么在1月份呢 获得批准 那12月份 这个固定资产 还是固定资产 因为你这个行为 是有一个意向 等于说 你在12月31号 你是有这么一个意向 有这么一个协议 你合同并没有签 所以12月31号 这个固定资产 这个旧设备 还是一个固定资产 对不对 那既然是一个固定资产呢 它是一个旧设备 大家注意 你看啊 是多少呢 账面上 他已经不把它 作为固定资产了 他把它作为 持有代售的资产 你不能把它 你还应该是固定资产 然后呢 他这个 转让旧设备的价格 是3000万 那么你实际上 你的这个旧设备的账面价值 是4200万 你协议的是3000万 就证明这个4200万 不仅不能作为持有代售资产 应该作为固定资产 而且他还减值了 为什么呢 市场的价格是3000万 所以这个处理专家很努力 第一个时间不对 第二个要减值 所以他的错报就是 不能把它作为持有代售 持有代售资产 你不能转到这里来 这就多了 应该作为固定资产 这是一件事 第二 因为你协议 是3000万 你账面还有4000万 所以你还有兼值 各位 那我们说 这个贝斯尼单位 为什么这么做啊 他把固定资产 直接以账面周围持有代售 他不减值 他就少提了减值准备 这都是高手 对不对 我们说哎呀 这是高手 他就可以少计 资产减值损失 多计当年的利润 对 他的资产账面也没动 是啊 多好 多八卦 是的 第四节 第五节就是谈 另一个问题了 不是评估 采购付款 交易和余额的项目认定 错报 不是这个了 谈 一个字 查 两个 三个字 怎么查 说五个字 实质性程序 对 所以第五节呢 第十九章十章十一章 第五节都是谈 一个字 怎么查 查 怎么查 或者说的文周周一点 实质性程序 包括分析程序和细节测试 对 好 那么前面老师已经给大家做了分析 有四个考点 第一个 应付账管的韩正 专门掌握 专门掌握 他跟应收账管的韩正不一样 但是韩正这个程序本身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要确定哪些作为韩正的对象 然后呢 你采用什么方式 邮寄跟韩还是电子行政 电子韩正 然后你怎么发出去 怎么收回 过程要控制 然后回韩可不可靠 有没有差异 如果有差异 怎么做程序 这个都是一样的 不同的就是对象 对象 第二 未入账的 应付账管是资产负债表日 资产负债表日 大家注意 他是期末的 未入账是指资产负债表日未入账 他并没有说永远未入账 那我们说 他可能什么时候入账呢 你采购付款 你不付 那你就是什么呀 你跑不了和尚 跑不了庙 对 所以他可能在什么时候入账呢 比如说第二年的1月15号入账 那我要审计的不是说你第二年入账了没有 我是说你应当在12月31号入账 可是你未入账 你凭什么说我应当呢 因为我采购的流程呢 我有采购的合同啊 我有验收啊 当然我发票没有 我要展顾 有发票 那更有入账 没有发票 要展顾入账 对吧 是的 这是第二个考虑 第三个呢 你不是应付账管 是其他的负债 他也在12月31号 应入账未入账 我怎么省计呢 对吧 好 那么除了我们所说的折旧费 比如说固定账的折旧 无印章的贪销 啊 这个应付指控薪酬 以外的 比如说 一般费用 还不叫特殊的费用啊 一般费用 他没有说减值啊 他一般费用 比如说管理费用 啊 管理费用 包括我们说财务费用 利息 是不是 研发费用 哎 那不是偷偷的吗 研发费用 啊 当然我们可能说哎呀 拆旅费 广告费 这也可能 这个费用怎么了 费用少计了 低估 我们做分析程序 哎 这个比如说这个费用 还租金 比如说利息支出 他都是有预期值的 对不对 是的 好 那么本节呢 就是有一点 非主流 但是他又不是大家最拿手的 如果要考都是属于比较 比较 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不容易hold得住 所以你反过来你要认真啊 你hold不住 对吧 好 这个图老师在前面已经给大家讲了 现在我们要查找未入账 是指12月31号未入账 我们总的思路是顺差 我们从内部来讲 从12月31号 我们要从内部来找线索 比如说订购单合同 这是内部 我有规口的部门的管理 有合同 所以我们学了审计 学了CPA的审计 考了CPA的审计 你再回到一个单位 你搞管理工作 或者你搞柴顾工作 或者你搞内省 你真的很厉害了 合同是规口管理的 那么合同是要连续编号的 那我查合同 就可以拔出楼坞带出你的 我有订单 有合同 我有验收单 那在12月31号 你肯定要入账啊 对吧 这是一种吧 对 还有呢 我们考了CPA的审计 你12月31号 未入账 那我肯定不会去查你的账面了 你账面没有啊 但是你想一想啊 你有合同 你有订单 你跑得了吗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啊 所以他可能 年末不其上 他寄到第二年年初 对 结果呢 你是助作会计师 对不对 人家背审计单位 财务总监也是助作会计师 所以高手之间的较量 高手之间的较量 来了 对 所以我们这四个考点 是特别有挑战意义的啊 好 第一个 应付账管 实施寒正 寒正的对象 前面已经讲了 可能需要从 非财务部门 言外之意 非财务部门啊 就是不从财务部门 因为财务部门里有什么 各位同学啊 学语文啊 财务部门有明细章啊 你是担心他在 12月31号未如掌 他明细章里没有 你怎么就寒正啊 你找不到被寒正的对象啊 所以我们的教材是这么说的 其实准则指南是这么说的 可能需要从非财务部门 比如说财务部门 财务部门有什么呀 有他呀 对吧 我一开始给大家讲的 这个是太 我是好重要 供应商清单 对吧 他是有在 这个专门的 贵务部门管理的 贵务商清单 还有个认证系统啊 本期采购清单 所有现有供应商名录 对吧 从中选取 样本 寒正 天哪 这一步就很漂亮了 懂了吗 这一步很漂亮 好 老师还给你有一个要点小提示 这个在你轻衣里有啊 评估一步账管 低估的 不能从名习上 选取项本 这个一定要掌握 对不对 好 我选了被寒正的对象了 怎么发寒呢 那跟那跟我们教材的3.3和9.5一样啊 甚至和12.4也是一样的啊 这是一样的啊 对吧 寒正整个的过程 然后收到回寒 有没有差异呢 有差异 不一定有抽包啊 可能是可能是入胀时间的原因 对吧 所以我要检查支持性评证 就是看这个供应商找到了嘛 就追他的这个追他的支持性评证 合同 验收单 对不对 来看看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 好 如果没有收到回寒呢 回寒有差异 我是分析原因 就回到流程去查他的验收单 合同 发票 如果没有收到 那当然是替代哦 替代 替代也是查流程 查他的合同 订单 验收单 发票 对吧 好 还要回寒可不可靠 如果不可靠 我还要做其他的程序 这个函证呢 一定是跨章节的 第二个 查找未入账 是指12月30号未入账 这个入账付款去核算 你未入账 你什么时候入账 你最终不入账 no 其后入账 付款 因为未入账是指报表日 我查的是年度才会报表 你在12月31号未入账 你在七后入账呢 你是不是 我从你七后入账当中去排查呀 所以这个真的就像我们 就是相当于新冠防疫工作的 我们进行流调 对不对 流调来排查 对 我从次年年初 入账记录 追到他的验收单 看是不是被推迟了 这个一定要掌握 是不是 对 好 那么老师呢 先给你画一个定制账 我们在第九章 销售与收款 第十章采购与付款 我们都是很熟悉的会计处理 在我们采购当中 三个定制账 我把应付账款写在这 比如说应付A 应付B 为什么要应付呢 因为我们买了 你买了啥呀 办公用品 即管理费用 你买了什么呀 你买了这个原材料 即存货 你买了什么呀 积极设备 固定资产 你买了什么呀 一块地皮 固形资产 你买了什么呀 比如说工程项目的材料 工程物质 好等等 对吧 这叫入账 那么你应付 你可能直接付款了 你可能先入账 后付款 对吧 好 那么你说这个胃入账 他本身这三个字太玄乎了 胃入账 是指12月31号胃入账 那我从12月31号 以入账当中 我找到 我们做的块铁师很老念 他就从什么 从第二年的 第二年的 比如说1月18号 我发现 这个1月18号 有一笔入账 是原材料 假定说原材料 或者是半个用品 那我就去追他的什么 验收 单 如果验收单是什么时候呢 如果验收单是2020年1月18号 那这个OK 如果验收单是2021年12月31号 那我就查出来了 那就说明 12月31号 他应该斩雇入账 他没有斩雇 那12月31号 就未入账 这么查 还有一种呢 就是通过付款 因为被验收单的付款 有非常严格的程序 他不会随便付款 付款 他有一个流程 在12章要讲 先申请 然后审批 然后审核 然后支付 这个2的审批 3的审核 都是很 它是不同的部门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 有这个付款的流程 好 他付了款 什么时候付的呢 比如说1月20号 你付了什么款呢 我就追 半个用品 或者原材料 或者是固定日产 那么你什么时候 做账了呢 他没做 或者是他在 1月12号 做账了 那你的合同呢 你的验收呢 验收在这里 如果合同和验收单 是1月12号 他在1月12号入账 1月20号付款 或者是1月20号入账 1月20号付款 天经地义 但是 他的验收单呢 不是1月20号 是12月31号 对吧 那我查出来了 所以这里有 举例啊 通过 应付账款 贷款 贷款 时间是 资产负债表日后 贷款发生额 的凭证 什么凭证呢 发票 验收单 验收单的时间呢 时间12月31号 好 那么负款 这是一种思路 负款是什么 是负的呀 负的什么款呢 负款有严格的 这个审批审核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通过 哦 负的款 是购买的原载料 有发票呢 有 什么时候 比如说 1月15号 验收单呢 验收单 12月31号 好 查出来了 不容易查 对不对 是的 道理懂了吗 懂了 考试怎么办 考试怎么办 负识就花 1加4 真的要负 好 那么统统的怎么说 他说 本期发生的应付账款 整体变动 检查室 支持新闻间 为什么要查 本期的整体变动呢 应付账款 高了 那可能多计 应付账款 少了 可能 少计 如果多计 应付账款 就多计成本费用 降低付税 降低当期的 如果少计 就是增加 当期的利润 你不知道 它是什么目的 理论上 对 好 这是一句话 笼统的 这是1加4的 第一句话 第二 少了呢 少了 就说明12月31号之前 那我就少了 是不是 低估了 我就找 资产负债表 如果是多了 我就是资产负债表 日前的账面 那好查 少了 就从这个时间 查到了 代方的发生额 主要是 就追到验收单 验收单的时间 也是之后 OK 验收单的时间 是12月31号 那就是 查出来了 好 第三呢 供应商 因为我销售 是给客户 采购是给供应商 我都要对账的 通过对账单 去排查 好 对账单 第三呢 付款 什么时候付款 如果年前付款 年前入账 OK 年后付款 付的什么款 对吧 付的这个买买买的 什么时候入账 12月31号以后 验收单呢 追到验收单 合同 对不对 验收单 12月31号 查出来了 还有 存货键盘 到现场 我要检查 哪些应该 纳入盘点范围 对不对 这个货到了 发标没到 单独存放 标明 哎 要展顾入账 要纳入监盘 对 属于货到 会计里面学的 货到单位到 需要展顾入账 我的天 这个不背 绝对没门 绝对没办法 绝对要背 好 下面有一个练习题 查找未入账 应付账 A比C 比如说C 以明细账为期点 送分 单选贴 错了 你查找未入账 你还以明细账为期点 明细账你都没有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方向错了 A比D 都是对的 大家注意 这个题 2022 把它逮着 抓住 对 好 举一反三 刚才是未入账 应付账款 如果不是应付账款 也是负债呢 低估呢 我就检查 你既然是负债 那你就跟你的 购买买买 和劳务有关的 对不对 那你就查你的合同啊 你为什么有负债呢 你有合同 有发票 有验收啊 好 第二呢 你追到他的明细账 货到票位到 展顾了没有 第三呢 期间对不对 三个程序啊 他也是 要从合同订单 这就是支持性评证 验收单 明细账 对吧 好 那么再来一个练习题啊 未入账负债 是指12月31号 就是少计了负债的意思 低估了 他说最有效的是什么 就是查年后的付款 或入账 大家看后 支出有关的评程 要快速翻译 对 因为他未入账 你不能查年前的 这个 明细账 对的 好 最后一个呢 就是刚才讲的 一般费用 考试的时候 他会考管理费用 租金 利息费用 对吧 那我先要分析 然后呢 先要分析 他的增点变动 然后呢 找这个可差异的 可接受的差异额 超过了没有 没有超过 市场没有中纳资本 超过了要调查 就是说进一步的调查 就做一遍 那么还有呢 我们说 期后付款 对吧 我从年后的付款来查 就是这些费用会低估 然后我从内部的流程当中 顺查 顺查 就是从订单合同 验收单 订单合同 发票验收单 顺查 对 还有呢 期间对不对 就是做截止测试 截止测试 类似于我们第九章 讲到的这个测试 资产负债表 前后入本天 顺查 逆查 前面选 截止测试 大家一定要听 第九个专题 老师跟你讲的举例 1月1号 12月31号 假定说 我这里是12月21号 这个前10天 这里后 1月10号 10天 我们需要看 他的入障 时间 有没有推迟和提前 我们把这里叫A 在这里叫B A点和B点 我都要有两个方向 对吧 两个方向的 一个是顺查 一个是逆查 这截止测试 简单的说 就是以资产负债表 日前后若干天 这个从他的入障的角度 有没有不正确的期间 但是这句话要落地的 打开就是四句话 对 那我们在进一步的程序当中 来看两个例题 2021年 这个大的背景 前面已经通过前面 第三节的评估已经说了 现在大家注意 在我们综合体有五个资料 资料一结合资料二是评估 资料四是做程序 我们在第九个章题 也是这样讲的 好 你看 另一 大的背景 不说了 另二 大的背景 不说了 都是进一步 审计程序 对 进一步审计程序当中 有的是销售一收款 有的是采购一付款 采购这个章节呢 就特殊一点 它除了应付账款 还有负债和费用 比如说职工薪酬 它是怎么来做进一步的 审计程序的呢 它说 我审计的是职工薪酬 实施了分析程序 我获取了人事部门提供的 人数 还有平均的数据 然后呢 我评价了这些数据的可靠信 后做出预期 预期值 与记录的之间呢 有差异 但是低于可接受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预期值是什么呢 比如说 我有A类 B类 C类的职工 那么A类呢 有数量 有平均的薪酬 B类呢 有数量 有平均的薪酬 C类呢 有数量 平均的薪酬 我们根据这个人数 类别和薪酬 我们算出来 假定说 这个是810万 810万 这就是我的预期值 那么账面记录呢 就是820万 那我现在呢 这个实际的数字 跟预期值有差异 10万 而这个10万呢 我认为呢 是低于 这个可接受的差异额的 因为你这个预期值 是一个框算的 那么它低于它 就说明 我这个账面的 这个820万的 应付职工薪酬 不存在 重大错暴 就是说 我不需要再做 进一步的细节测试了 所以这是对的 大家就要知道 这个实质性分析程序 通过这个题目 搞清楚了 好 另二 另二的 进一步审计程序当中 是这么说的 因为你进一步审计程序 包括 包括什么呢 包括我 控制测试 和 你说进一步审计程序 虽然是说它 对不对 那么你实质性程序 打开来 有分析程序 和细节测试 没错 但是你在考场上 它进一步审计程序 可能就会说到 控制测试 和实质性程序的关系 是的 那么这个题呢 它说 其中 它做了 控制测试 结果发现呢 有缺陷 之所以 其中 就做控制测试呢 就是潜在的 一个潜台词 是指 我了解 那空是OK的 我控制测试 发现不OK 所以我在 剩余期间 我就不做 控制测试了 我就是指望 实质性程序 所以它就没有 测试 剩余期间 这个可不可以 大家要告诉自己 这是可以的 那么 它接下来呢 它也不依赖 实质性 分析程序了 因为内部控制 有缺陷 这个数据 可能不可靠 所以它通过细节测试 获取了 获取了 这个交易的证据 这是OK的 那么 这个题可以变的 目前它是OK的 如果 它说通过 实质性分析程序 获取 那就是错的 因为你内部控制 有缺陷 数据不可靠 你不能 仅通过 实质性分析程序 你要通过 包含细节测试 你可以 做细节测试 或者 分析程序 和细节测试 结合 对 所以 它目前是对的 如果把这个 细节测试 改成实质性分析程序 错了 为什么错了 因为你 内部控制 有缺陷的时候 你是不能 仅靠 实质性分析程序 所以目前 它是对的 好 那么这个 专题的重点 无比突出 要说看的话 不是教材 要说看的话 就是 一定是考点 还有立体 大家听得懂吧 懂了我的意思吧 对 好 专题 实 肯定 这些内容 肯定在考场上 涉及到 希望大家 下载讲义 抓考点 抓立体 举一反三 特别是第三节的 立体 讲 资料一 八卦世界 一定要 举一反三 碰到类似的问题 绝对拿分 yes 好 这个专题就到这 谢谢各位